事事如此纷扰,还是看电影比较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漫改恐怖动画 在上学时期,每个班都会有一个画很多的活跃女生 我们的女主小美就充当着这样一个角色 不过最近她变得非常沉默,脸上还长出了许多的班 最关键的是,说话也变得含糊不清,甚至还有点大舌头 一段时间后,小美连学校也不去了 放心不下的好友来到小美家里探望 按了数次门铃,依旧无人理会 好友听到后院有声音,便前去查看 她发现小美的父母正在跺脚撒盐 从小美妈妈的口中得知 后院因为常年晒不到太阳,变得十分潮湿 因此生了许多阔鱼 一番客套后,好友来到小美的房间 发现小美戴着口罩坐在床上直打哆嗦 此时的小美连说话都很困难 妈妈想上前查看小美的嘴巴,却被小美一把推开 随后小美两手一摊,放弃了掩饰 原来小美的舌头变成了阔鱼 阔鱼在她的脸上攀爬如动 吓得两人夺目而出 因为阔鱼的原因,小美已经没有办法吃饭了 她也尝试过用剪刀剪掉阔鱼 可没过多久,阔鱼会自己长出来 为了救女儿,爸爸在无奈之下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把浴缸装满盐,然后把小美放了进去 她想用这个方法让女儿的舌头变回来 可是等了很久都不见女儿出来 他们开始慌了,赶紧伸手去捞 可是捞了半天都没有发现小美 最后爸爸在鱼缸底下找到了小美 不过小美只剩下一个头 其他部位因为脱水已经变得很小 父母赶紧拿水冲 可最终还是失败了 阔鱼依旧长在小美的嘴里 从那以后,小美便一直待在自己的后院里 阔鱼舌头背着她的头 就像蜗牛背着她的壳 如果接近她的话 她就会用哀伤的眼神紧紧地盯着你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画风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 以后我会多给大家带来类似画风的动画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咯